早安 今天是2024年1月30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光大证券 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雄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Kimi,今早大肆有什么焦点? 今日的大肆焦点 留意美股有两大科技巨头 会公布这个业绩 包括Microsoft、微软和谷歌 对,恒大昨天正式被颁布清盘令 到底对内房股 以及港股有什么影响? Kimi一会儿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一部HKETF 在聊天室里 说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的 道指再创新高 市场观望联储局的议息结果 以及大型科技企业的业绩 债息回落 美股做好的 三大指数高开后 都曾经倒跌 接近美市升幅扩大 道指收市升224点 升0.6% 收报38333点 标志上升0.8% 收报4927点 同样创出新高 纳指的升幅 跑人大市 升超过1% 收报15628点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 法国股市是靠稳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跌超过1% 焦点美股是普遍做好的 Tesla连续第二日反弹 升4% 从上190美元流上 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的科网企业 普遍上升 Meta、Amazon和Google做好 苹果要向下 NVIDIA再升超过2% Microsoft也做好 以月贺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是个别发展 汇控是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1% 比亚迪和港交所 比本港上日收市都要向下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103点 最新到36,000点流上 36,130点 首义综合指数向上 最新升25点 升幅超过1% 色尼普通股指数升5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6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最新跌 最新跌230点左右 15,800点左右的水平 提提大家 今天是期指结算 与Kimi谈谈外围的情况 市场现在美股方面 或者外围方面 有两样东西在观望 第一就是联储局的议息会议 今年第一次议息会议即将举行 星期四香港时间的凌晨 会公布议息结果 第二就是多家大型科企 今个星期会陆续公布业绩 今晚收市后有Google和Microsoft 星期四有苹果和Amazon 我们先和Kimi谈谈Google 今晚美股收市后会公布业绩 市场预期 第四季营收预期升12% 每股收益升52% 现在市场最大的焦点都是AI AI如何带动云业务 而传统的广告收入 包括搜寻器和YouTube广告 都预期会继续做好 但股价就连升了5天 几只业绩股当中 即前的股价是表现较好的 Kimi你预不预期AI 能够真的带动到他们的业绩 在数字上大家看到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增长 第二 现在也叫做连升了5天 你会否建议投资者 即今晚开始时段去吸纳 如果你问我 今晚有两只大型科技股 会公布业绩 包括Microsoft和Google 如果在期权仓位方面 PUT的部署 即是看淡 就是微软方面比较多 微软其实大家看到 昨天股价再创年内的新高 差不多高位409.98 收盘409.72 其实已经接近高位收市 但到407元这个位置的时候 微软的美股股价 有一个期权淡仓方面的部署 而成交仓数都比较多 去到差不多2700多张 涉资金额大概超过 差不多30多万美金 大概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有一部分人 就倒微软的业绩 做得比市场预期差 所以就开始407元 有这些期权淡仓 开始部署应该是倒业绩的 其实当然大家就要看回 微软大家就会倒去 就是AI方面的发展 新成绩AI的发展 因为都知道 OpenAI在去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罗申门事件 就是CEO被撤再回来 当时微软就力撐 OpenAI在CEO方面归位 所以其实大家会看到 OpenAI将会令到微软市值 有机会继续升 大家都知道市值 超过3万亿的美元这个水平 甚至大家都会觉得它跑赢 AAPL、Apple 其实也是 因为微软由今年年头至今 再升了7% 但其实苹果AAPL 反而今年年头到今 股价表现都是持平的 没有一个大升的状态 谷歌的表现 我自己觉得相对上稳定一点 因为我未见到 有在业绩之前的期权淡仓的部署 而且大家都要留意 AI方面的发展在谷歌 也是非常有一个发展成熟的情况 Q4方面的云业务和广告的业务收益 都应该会成为一个焦点 我们自己也会看法 公司的EPS每股收益 应该最少会增长50% 所以如果你问我今晚的赌业绩 看看一些期权仓位 我觉得赌谷歌会比较好一点 Kimi也用了一个词语是赌 因为如果在业绩前 这么近去买 都是看自己的眼光 或者估计一下 它的股价在业绩之后 和大家的预期如何比较 所以Kimi就说 如果Microsoft和Google比较 他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赌业绩比预期好 Google也是值得考虑的 还有看到就是 Microsoft你刚才也顺带提出 就是觉得他未必会继续做得很好 业绩之后 我们再说两个 Apple和Amazon 都会在今星期公布业绩 刚才Kimi也提到 其实苹果的股价 因为苹果没有云业务的增长 的亮点 所以其实今年至今 股价表现 比起几个有云业务 憧憬的企业 其实真的做得不太好 我们讲一下大家的 通景比较多 Amazon 星期四会公布业绩 营收市场预期 就会上升11% 每股收益 港的倍数就好像很厉害 估计上升256倍 其实都是去到0.8美元 因为之前 赚赚蝕蝕 其实都很marginal 焦点继续看着 运营物 即他们叫做AWS的增长 上季其实他们都有增长 但是那个增长 在这个运营物上 增长12% 其实比起Microsoft和Google 都是增长超过20% 其实它的增幅 就叫做小于大家的预期 现在大家就看着 第一它是业务 第二就是 都看回它的传统业务 例如是网络平台 或者是广告业务 能不能够持续带动盈利增长 股价值钱 未是值钱 因为它星期四才业职 但是近日来说 都是连升了5天 Amazon的话 你又会不会建议大家可以留意 甚至是说 如果是叫做倒业绩 都是很值得去留意的股份 是 值得留意的 Amazon 我们就会对比上来说 就觉得它涉及AI的业务 没有Microsoft和Google 那么多 相对上来说 大家会放在它的广告业务的收益 我们现在都会预计 它广告业务的收益 市场人士都觉得 今次的业绩最少有50%的按年增长 因为Amazon的Prime Video 这个平台 在今星期一已经开始了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Prime Video这个平台 一推出之后 它的广告收益 应该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不过要留意 因为Prime Video 是今星期一先出 所以未能反映到 今星期会公布的 第四季度方面的业绩 但大家都知道 你炒股价就是炒前景方面的增长 所以有机会 如果Prime Video的业绩 都是有一个增长方面的情况 大家都会预先将它的股价炒上 那么多只的科技股巨头 我就会觉得AAPL有点吃虧 但我不是看差距的股价走势 为什么呢 其实相对上 你见到苹果自从2007年 协布斯创立了iPhone之后 令到它的股价可以继续向上 跑赢了iHub森美夫的市值之后 其实它已经没有什么 一些新的Product产品推出来 即是大家来来去去 苹果产品都知道 是等待新的iPhone 新的AirPods 新的iPad 但是AI涉及的业务 就要到下个月2日 就会出它的MRVR Vision Pro那副眼镜 大家就会觉得 苹果终于有一个新的产品推出 还有售价大概2万多元港币 现在市场就要看 市场反映对于一个新产品是如何 因为07年 乔布斯出的iPhone 救起了整个苹果的市值 今次大家所说的Vision Pro 在下个月2日开卖的时候 可否救起整个苹果市值 再创新高弹上呢 值得留意 所以纳指现在这么多只 除了Tesla跑输之外 AAPL也跑输 但是纳指也可以提醒大家 美股三大指数 大家看到BIPO500指数 和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唯一是只有纳指 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它的高位历史新高是16212 是2021年的11月大概20多日的位置 所以其实对比起 你见到它昨天收盘的时候 大概也是15000这些位置 还有6.5%的升幅可以追 看看这些业绩股 业绩做得好不好 可否可以拉回上去 是 刚才也说到几个 大家值得留意 或者不少朋友都有持股的方网股 大致上的走势 Akemi也会说 他比较看好哪一只 和没有看好哪一只 但整体走势上 其实现在除了那些方网股业绩之外 大家都看着联储局的议息结果 最新就是 譬如预期一月会减息 现在只剩下2% 大家都当它一定不会减息 但反而去到 是否在3月减息 其实现在大约是四成左右 但相比一个月前预期 即有七成的人预期 3月就需要减息 其实就大幅放缓了 你自己预期的加息步伐是如何 以及加息步伐就是引伸到 你觉得美股的走势 是否将来 像你刚才所说 因为业绩 所以带动到 纳指 你觉得走势 会跑赢的道指和标指 我自己会觉得 现在现阶段 美国真的会去减息 时间表 大家去说 都是5月至6月 因为我们之前 光大也做了一个内部研究分析 就是拿了由70年代 美国的加息周期 到现在 计算这一次 5次的加息周期 其实你计算平均 如果它暂停进行这个加息 直到去等待第一次 宣布进行减息的时候 平均的月份 我们会见到 差不多需要7至9个月 它才会开始 宣布进行一个减息周期 大家看到 其实美国最后一次加息 在今轮的加息周期 就是去年的7月份 到现在 数数手指 这5个月 就已经没有进行加息 所以我自己再拿回 一个平均数 我们的计算 如果刚好 去到刚刚所说的 7至9个月 都应该要到今年5至6月 所以符合 资加的CME 预计 就是认为 到今年第二季到尾 才会讨论 这个减息的空间 第二 大家看到 美国的经济数据 真的做得非常美 无论大家看到 12月的零售小售数据 去年的数据 最近的GDP的数据 有增长 甚至大家都会见到 CPI的通胀方面 是有一个轻微反弹 去到3.4%